提起甄嬛传可以说是人尽皆知 说真的小编也真的是百看不厌 尤其女主角甄嬛的一生可谓是悲喜交加 那么今天我们来回味甄嬛的起起落落 Let's go 起初我们看到众多选秀入宫之女中一位小家碧玉 对爱情充满憧憬的纯真少女甄嬛 出入甄宫 抱病归房 堪称后宫须为人低调而活之久远 一目当秋千吹玉笛可是深入皇上之心 一句逆风如解忆容易莫摧残 也是使得皇上尿在不绝 一身粉黛金红武更是让皇上痴迷 一目光搅玩水更是吸引了果军王 所谓是才华横溢 小编不得不说还真是人美桃花多啊 容得恩宠有孕在身 得罪华妃惨至消产 忍痛得皇上体恤康复 后步步高升 风妃之际遭人陷害禁足 再得宠之际 玉玉玉女 遭奸人陷害家道中落 更是伤心欲绝待发修行 修行期间遭奸人陷害 各种粗活数不胜数 洗衣砍柴脱地 哎不行了不行了 小编的累啊要收拾不住了 修行期间与果军王相爱有孕 奈何传来果军王死训 万分悲痛之际 下定决心进攻拯救家人 再次得宠孕育腹中的双生子 家人静放 后宫地位更是高升 可谓是喜上加喜 在此欢喜之际 更是遭旁人嫉妒与陷害 双生子与太医有染 实行低血认亲 阴差阳座 反救其甄嬛松了一口气 终究只包不住火 最终皇上还是知道真情 逼死果军王 甄嬛心灰意冷 联合他人之手 致皇上驾崩 随后一举高升 太后保卫 甄嬛这一生 也可以说是经历 坎坎坷坷啊 甄嬛送一位纯真少女 一步步成为 善于全谋的太后 不得不说小编真的是贵了 说起甄嬛 小编真的是滔滔不绝啊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